参考的话,云端上面基本上都会有对应的答案 所以你就自己要慢慢习惯找 比如第一类,第二,第三类 每一个其实我有范例档的话 都会有对应的答案 比如说我们那个326那一题的话 325这一题 蓝色的,这个是题目档 练习档,这个是答案档 你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的话呢 那我就按照那个步骤 逐一的说明 不过有一些写的比较详细 有一些可能写的比较简略一些 因为有时候这要写要花时间 我就把它当有点写附落格一样 不过不可能每一个都写的那么详细 而且很花时间 那所以有的时候呢 不如你就自己再揣摩 第一个就是什么 我们要先把什么呢 1到32的表格 现在目前就抓24 其实应该是底下会有 33列 其实扣到第一个32 所以要对应把这些东西 资料抓过来的话 那你可能要先把这个表格 1到32的表格先做出来 那我们要怎么样 刚好可以把1到32的这个表格 数字表格做出来的话 那我们可能会用到column跟Raw column跟Raw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因为这个表格做出来的话 再利用index 其实再把刚刚这个东西 放到它的列的中间的参数 那答案就出来了 只是怎么做 1 我们如果要做 OK 那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 先怎么样 先在这边插入函数 那我们第一个用到 检视于参照里面的column 这个column 我前面讲过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得到的是什么呢 它现在在哪一栏 所以呢 不管你现在在哪一个列 它不管 它只会管你在哪一栏 OK 所以如果我今天是要把它改成 1 4到7 那我先把它减掉多少 减掉3 有没有 然后打勾之后的话 这个时候1到4就出来 但是向下填满它还是1到4 它并不会增加 那所以呢 我们大概要怎么样可以让它向右 它蓝增加 向下 它就再增加 可是增加增加什么呢 就是它增加向下一列 目前是第二列嘛 那如果说我今天向下一列的话呢 应该这个地方 就要增 因为每4栏为一个单位 每4栏 4栏 所以下一个的话呢 就是要变成说你要再加上4 然后再加上4的两倍 4的一倍 4的两倍 所以都4的倍数嘛 所以你几栏就加上几栏 那后面的话 有个简单的公司说 那我可以加上4的几倍 4的几倍根据什么 因为你现在呢 在第二列 所以我先打一个Raw Raw小刮虎 意思它会帮我抓到 现在在第二列 但是目前这一列 不用加4的倍数 但是下一列要加上4的一倍 4的两倍 那Raw刚好会自动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呢 先减掉目前在哪一列 因为我不要 这一列不要 OK 所以先把它刮虎一下 因为它一定是先乘出 然后后加 所以先减掉之后 再乘上倍数 4的4倍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目前这一列 不用乘上4的一倍 如果下一个第三嘛 那3减掉2刚好1 乘上4刚好4的一倍 向下就4两倍 刚刚好 所以后面是加上4的几倍 第一个是4的0倍 1倍2倍3倍 所以这样的话 OK之后的话 特别说 这个很 还蛮好用的 以后如果说 你要配合那个index 你会这一招 就会自动帮你把东西带过来了 OK 打个勾之后的话 试一下向右 它一样还是1到4 向下的话呢 那它就会这样 自动帮我做到1到32 有没有 那这个1到32呢 其实就对应到什么了 对应到这个 这边是从这边是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 一次的一推 一直到下面 刚好32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利用这个东西 再配合index 就可以把资料搬过来 那怎么办 一样怎么样 游标放这边 把刚刚的公式 所以第一个你1到3要做 2的话呢 把它减下来 再插入index函数 所以接下来的话 减试与参照里面 找到index 那一样 我们刚刚这个 range的话 指的是这个范围 B2 Ctrl shift向下 OK 自动选 第二的话呢 把它贴到row number 把它贴到这边 为什么因为第几列 我刚刚讲 蓝的话 因为只有一蓝 这个列跟蓝 指的是来源 这一个范围 是在哪一列 跟哪一蓝 那蓝的话一定是1 另外的话呢 在这边呢 我们要 因为要向右向下 所以记得 一定要把它按F4 一定要蓝列都锁 因为我等一下会向右 也会向下 所以 只要有向右向下的这个动作 它会自动增加蓝跟列 所以一定要蓝跟列都要锁 按确定之后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向右 再向下 就大功告成 OK 那基本上 它就到这里 周向这个人 周向这个人 那这四蓝 把它选取之后点两下 蓝宽先配置一下 那第一阶段就OK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所以这边的话 我用的 第一个是column跟row OK 然后把它贴到 index里面的row的位置 列哦 那index顾名思义 就是从哪一个范围里面 抓这个范围的哪一列 哪一蓝 那因为只有一蓝 所以最后面这个数字一定就不会变 OK 只会变这个 所以1到32先产生 放进去就OK了 所以应该可以了解这个概念 那只是说呢 大家还没有完成 为什么 因为还有一个部分 什么呢 就是前面都有蓝位名称 那用什么方式把它去掉这一块呢 OK 那那个325这一题 我记得那个书里面 好像他用一个函数叫repress 不过我觉得repress 好像没有比较简单 其实这一题最简单 应该用mid就好了 midmid mid前面有用到mid函数 那他基本上概念 我的想法是这样 其实我们已经知道说 这几个字不一样 然后再加上一个冒号 那这个长度跟这个长度刚好是一样的 上面不是有蓝位名称不是四个字吗 这边不是两个字都一样 只是四个字再加一个字五个字 然后如果他在下一个字的话呢 那就是四个字再加两个字的位置 从这个字开始 把后面的东西全部留下来就好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如果你要把蓝位名称加冒号去掉的话 我想到最简单的是用mid 再加上什么 l-e-n 其实这两个应该就可以解决 或者你可以用那个啦 书里面是用repress啦 不过我觉得repress好像没有比较简单 它的概念差不多 那这个比较好理解 那怎么做呢 也许你可以先试试看 先做到这边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把那个前面的蓝名给去掉 ok 不过你想说 那如果到这边的话 是不是可以用资料剖析 其实也可以啦 不过资料剖析变成你要贴 然后要选择先贴上 只有直 然后还要再用冒号把它切 切完之后还要再删 好像似乎没有比较快 是可以做到 只是说我建议你可以试试看 me的加l-e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不过你会发现 光使用过的函数 就是Current跟Row 第一个 再用Index第三 再用Mid加l-e 哇光这一提就用五个函数 才能够解决一个问题 而且 你必须要在一行里面完成 那如果说假设了 我们把它改成用VBA写的话 其实就不用那么麻烦 为什么 因为你就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做什么呢 把它的Sales B欄的东西 放到指定的位置里面去就好了 那要怎么写 不过这个我想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这个写完之后 如果OK了 那可以试试看用什么 用那个VBA写写看 不妨可以试试看